第21名 北盖红七宫 盖帮帮主 一套降龙十八掌 端的是刚猛绝伦 其一生行事光明磊落 处理帮武 公正无私 行走江湖 解危机困 他便是正义的化身 是和煦威风 是钢铁烈阳 在射雕一戏中 代表着光明正义的红七宫 和代表着邪恶阴暗的欧阳风 进行对抗 西北二爵从出场衣食 一直打到神雕时期 最终双双死于华山之巅 可以说 每次剧动 红七宫均下手留有分寸 欧阳风却使用了权力 从中判断 应该北盖略强了那么一点点 直到吸毒 逆修九阴真经 双方实力方才发生了改变 所以但以二次华山论剑之前而论 南北二爵比至东西二爵稍强 但不明显 红七宫的战斗指数为五颗星 综合武力89.5分 位列21位